大家早晨 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 亦是6月份期指的絕船日 經過上星期五的反覆之後 由於市已經低修在100天線下 即技術上、形態上 已經漸漸擺脫了逐層頂的勢頭 大家要留意 待會再作作分析 我們先看看窩囊流行政方面的數據 直至上星期五的收市指導計 其實整個市的貿證和紅證比例是50-50 即市場人士的看法暫時來說 沒有明確的方向 反而值得留意的就是 最多資金買的是阿里巴巴的研究證 涉及的金買有成一億共多 如果想知道相關資料 插入給網址上 因為相關資料是由瑞通應股證 是由金買紅證所提供的 其實我覺得在現在這個市 這麼不明的情況下 大家如果要在股證或牛紅證 那方面做任務的部署 先看看資金入市的情況 到底是怎樣 了解了然後再作 一個策略就比較好些 再看看整個大市 剛才我提到 好了指數是低收在100天線下面 其實以上個星期五收市在24,449點 算是跌穿了一條100天線 相對10天線24,476點 其實都不是差很遠 即是說一旦跌穿了10天線 整個結常形態將會趨向於反覆不明 在說廣估之前 我們看看美股 道指上個星期又再急跌 再跌到730點 去到25,015點 道指其實由今年的低位 3月23日的18,283 去到6月8日的高位 27,580點 期間來講10個星期 已經升了足足9,367點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幅度是相對厲害 而且尤其是實體經濟持續不明 只不過儲局是印銀子 大量QE 令到市場的資金不斷衝散 從而引發了一個升潮 但目前第二波疫情又再爆發了 相關的情況 我想會令到儲高位的股市 會再進一步收額 其實只是看道指 由6月8日的高位 27,580點 跌到6月15日的低位 24,843點 一個星期間已經跌了2737點 相對來說 剛才我看到的9,367點的升波 已經跌了29% 這樣的跌法 其實某程度上來講 於是不單止一個反彈的世界已經高一段 可能第二波的反覆 也都開始漸漸體現出來 這點大家要留意 廣估無來 當然多多少少受到外圍氣氛所影響 事實上香港的實體經濟也持續疲弱 不過過去這兩天 看到酒樓食肆、消費市場都開始回戀 可能政府又派錢 大家看到香港疫情受控 就開始出來消費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只不過股市會否因此受費 反而我覺得是兩體 因為恆指成分裏 只有騰訊是良例 只有港交所是良例 騰訊佔10.3% 港交所佔3.46% 任理講都是13.76% 所以恆指成分股稍微有看頭 騰訊佔創了上市之後的新高 港交所也創了一年的高位 但是你看看友邦 你看看匯項 看中行、公行、建行 平保、中仁壽和中移動 這八隻主要男手 其實他們佔恆指成分都差不多40% 但是全部都是疲弱的 友邦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匯項就接近36-37元 我記得今個月的高位 是6月10日的25,303點 當日匯項都曾經見過41元 但相對現在的指數來說 匯項只不過是在36-37元 明顯看到暫時來說 如果單單靠通訊和港交所 似乎大市上中的力度是真的不足的 還有上個星期五的成交金額 是縮小了961億 即是說市的動力是有少少不足的 所以任務部主 大家不要急不要用 保守少少少比較好些 好了今早的分析就講到這裏